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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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翻开《大圣妙法莲华经》讲义 第351页 今天我们要看这个 辟语品第三351页 我们上次讲到 讲到这边 讲到这个华光如来 设立佛未来要成佛 他成佛的那个结呢 是结名大宝庄严 因为他那个国 他的国宗呢 是以菩萨为大宝 就是菩萨本身是个宝 我们现在都是以这个向上 外向上去追求 那个外向上的物质的宝 在他们这个 这个施利佛 他那个结呢 叫大宝庄严 他们是以这个修行人 菩萨为大宝 因为菩萨很多 所以他们叫大宝庄严 我们继续看下面 比诸菩萨无量无边 不可思议 算术批语所不能及 非佛智利无能知者 他这里就讲到 这个施利佛 他成佛之后 那个地方 那个国度 菩萨无量无边 不可思议 连算术批语都不能及 没办法知道 若欲行使宝花成足 此诸菩萨飞出发意 皆久值得本 于无量百千万亿佛所 尽修犯恨 恒为诸佛之所称探 常修佛会巨大神通 善知一切诸法之门 直直无尾 自念兼顾 如是菩萨充满其国 他就在描述 在施利佛 他那个成佛的国度里 他这个 这边的菩萨 想要走路的时候 不用坐车子了 他就饱花成足 就是他们这个脚呢 是用花成住的 那这里的菩萨呢 都不是出发意的菩萨 都久值得本 于无量百千万亿佛所 都修这个犯恨 都修犯恨 都是犯行清净 恒为诸佛之所称探 在无量百千万亿佛所 都为诸佛之所称探 这里久值得本 这四个词 以前我 有时候我都会强调一下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非常重要 不管我们在什么地方 我们的久值得本 那我们的心性 心性的条楼 这个是更重要 值这个得本 一定要以心性的这个条楼 为一个主要的优先 要考量的 我们对所有的众生 对所有的人 乃至比我们差的人 他目前看起来 智慧是比我们差 可是呢 在未来生中 谁先成佛都不知道 谁到最后 谁就谁也还不知道 所以我们要赶快要 多结善缘 所以对那一些 看起来好像状况比我们差的 不管是物质上 智慧上福报上 各方面比我们差的 我们不要去轻视人家 不要轻视人家 也要有一份关心 然后呢 要有一份恭敬心 尤其我们说话的口气 以及态度 都要恭敬 都要恭敬 于百千万亿佛所 敬修犯恨 恒为诸佛之所称探 你看在已经受了这么多的佛 所修 所 这么多的佛 所教导 一直在修佛的智慧 最后具大神通 能够善知一切诸法之门 至于来看 善知一切诸法之门 这又更不容易 因为我们是要学无量之法门 学无量之法门 不是只有学一个法门 可是我们现在能有限 所以在某一个佛所 可能那时候比较专修某一个法门 但是如果未来要成佛 你势必要在无量的佛所 修无量的所有的法门 知之无为自恋坚固 像这样的菩萨就充满奇果 这个知之无为 知之无为在我们现在的修行人来讲 这个在早期可能看起来几乎都是知之 比较不会伪 可是我们现在末法时代的人 就比较容易会有那种 会有那种 自己呢 会比较会做表面表里会比较不易 在古代人呢 他比较不会这样 所以我们现在在做事情的时候 在修行不管在 我们已经皈依三宝了 我们要学佛 所以我们在代人处事 应对净对当中 一定要看得到自己 我们讲这句话是不是真的 那份 是不是真的一份诚意在对别人 这个词是指诚意之一 诚实 诚心的意思 等于我们讲执行士道场 所谓执行士道场不是我讲话很直 不是这个意思 千万大家不要误会 执行士道场不是我讲话很直 不是 是那份心是真的打从心里 我就是要关注这件事 表里一致 我的目的我心里就是真的打从心里 我是要关心 比如说我要关心某个人的修行 比如说某位师兄啊 说师兄 你们你们都是互相称师兄嘛 比如说李师兄啊 黄师兄啊 哪个地方不太如法 你真的很诚心的去跟他建议 这个地方不太如法 应该怎么样子比较好 这个呢叫做直直无畏 但是讲话上是要一定要有 说话上一定要有点拿捏尺寸 要有点方法 可是我们心是打从内心是真关心 不是为了某些目的关心 是真的希望他能修好而关心 这叫直直无畏 就是直心是道场的意思是直 这个是直 所以大家不要误会 很多人碰到某些人 就马上就马上就好像很 就是这个我们所谓的直 他人家常用这个来作为一个借口 说我们直心是道场 所以要评论什么事情 就直接一直评论下去了 就不用管现场 适不适合讲这样的话 他就一直就这样评论下去 其实这是不对的 这是不对的 不是这个意思 这边呢 小字里面有一个 有一个 有一个 这个 资料 就说菩萨诸大善人 诸上善人 聚会一处 具有实德 那实德呢 我们看 一无量无边非佛之力 无能知者 其众胜难量得 这个是其中一个德 第二个 宝花指七宝净花 净花成主 是身心清净德 这是指菩萨的 菩萨的十种德 第三个呢 是妙因素子德 就是善根深厚 素是种很多的善根 酒之德本 就妙因素之德 第四个 在无量佛所尽修凡恨 就欲 其欲良缘的 过去生中都遇到很好的良缘 不过我们现在的人 遇到良缘 常常不知道珍惜 常常不知道珍惜 遇到好的缘分 经常会错失掉 尤其好的善子士 很容易会错失掉 所以经常错失掉的因素 不外两种 一种就是知见 他知见 他我们之前的知见 就已经在 我们之前不是很正知正见 的那个观念藏在我们心里 所以遇到 政治正见的法师的时候 有时候会用他的想法去看 那这样子他就没办法知道 没办法去跟他学了 因为过去的观念 他没有办法放下 所以要他在学新的东西的时候 他就很难了 所以一定要把这个 过去的很多概念 先暂时放下 先学新的 这样他才有办法改变自己 那么第二个就是 慢 慢心 一个人不怕贪嗔痴 只怕傲慢 不怕贪嗔 就是不怕习气有多重 只怕慢心太重 慢心太重 法水不入 我慢如高山 法水不入 法水不入 这就很可惜了 这个是 遇到良缘的时候要把握 不要因为说 某某人他还表面上看起来不起眼 就轻视他 这个很可惜 我们好多祖师大德 外表看起来是很不起眼的 这个在记载上 有的是很瘦很小 有的是其貌不扬 有的呢 各种的情况都有 都看起来并不起眼 可是呢 他却能够 却能够 能够 把在修行上 各方面 德学都能够兼备 不用说 不用说我们初世间圣人 世间圣人 不是世间的 比较能力很强的人 他也是这样 有的也是其貌不扬 可是呢 他确实 但是他确实能力很高 像那时候诸葛亮 跟诸葛亮一起 同样的 诸葛亮是 是龙嘛 是龙嘛 还有一个 不是另外一个凤厨嘛 一个是卧龙嘛 卧龙是诸葛亮嘛 跟他一样 一样具备有这个军事才华的 另外一个是这个凤厨 凤厨是 叫什么 我忘了 龐统 龐统 对 这个龐统其貌不扬 后来刘备就是看到龐统 其貌不扬 就没有用它 那很可惜 很可惜 所以这个世间人千万要记住 不要因外表而轻视 这个人 也不要因为他 是年纪大 或是年纪轻 也不要因为他的背景 也不要因为他读着书 多不多 这个都不要这样想 都不要这么想 所以要遇到良缘 一定要把握 以对方的得恨为主 以得恨为主 一定要亲近一个人 以亲近他的德 不是亲近他的神通 千万其主 不是亲近他 有没有神通 有没有什么 不是这样 现在很多人都会去 都会去觉得说 这个三知识有没有神通 有没有什么 我被问了 问了无量词 被人家问 师父你会不会 之三知通 通过去 现在未来 我说我不会 这个我都不会 会不会通某个菩萨 不会 不要不要用这个去跟人家相处 好 实际上也不会这样 以前有一个 有一个祖师叫菩提流子 翻译经典有一位 翻译家叫菩提流子 大家知道吗 隋唐那个时候 不是隋唐的时候 在唐以前有一个菩提流子 差不多在陈朝 隋以前 隋以前 大概在陈以前那个时候 差不多那个时代 菩提流子有一天 因为他翻译 他会翻译经典 而且很有才华 他是印度的僧人 出家人过来的 结果他有一天 他来到我们中国 他是非常的受到欢迎 受到皇帝的赏识 那他学生很多 有一天他坐在一个井 一口井旁边 一口井旁边 就坐在那里 结果那个学生还没有 就是 就是来不及打水给他 他准备要洗澡 好 还来不及打水给他 好 那这个井里面又没有水 又找不到水 井里面有点枯了 水水位很低 快要枯了 结果呢 这个菩提流子就持咒 持一个咒语 持一个咒语 就在井里面画一画 然后就持个咒语 画一画 这水就从里面冒出来了 整个冒出来了 后来正好他的学生 从旁边走过去 一看到师父这样 就就称师父说 师父啊 你真是大圣人 结果菩提流子 把他呵斥一顿 就骂了一下这个学生 他说 这只是一个法术 不是佛法 这个在印度是常看到的 这个不是法 这只是法术 而非佛法 不要因为 但是世间人 常常以这物为圣人 我非圣人也 他这个只是 常看到的法术 不要被这个所祸乱掉 普利流子 他这样教他学生 他虽会这个法术 可是他后来 他就写下 他说 他像这种法术不传 他为了怕 怕人家去用这个 这是一种外道法 他不是佛法 是外道法 不是佛法 他会把这个乱的正法 所以呢 他就不传这个 所以以前祖师 虽然什么都学 可是他要传东西 教人家 是拿捏很好的 拿捏尺寸 是应用很得当的 好 这个是指 我们清净三知识 因以清净他的德为主 好 第五 恒为诸佛之所成叹 乃范行高远 福慧双隆 是 是为名 名称普文德 就是他呢 名称普文 第六 常修佛会 了达一心万行 万行一心 称性起修 全修在心故 此心求大绝德 好 就是他对于佛会 是非常的精净在修 想要求求这个成佛之道 第七 巨大神童化度众生 此外具慈悲德 就度化众生的慈悲心 好 好 第八 善 善之世间 初世间的一切法 皆顺正法 皆为通路十相之门 此内具自见德 就是要具有智慧 好 第九 直直无为 即执行士道场 至成老实 没有骄慢狂妄 此性存无妄德 好 这里有已经稍微解释 执行士道场 就是自成老实 很诚恳心 发自内心的诚恳 打从内心里面对外 是一致的 没有骄慢狂妄 幸存无妄德 好 第十个呢 是自念坚固 八风吹不动 好 菩提恨愿 恋恋相续 心口异业 乌有疲验 此具足普贤德 就是普贤菩萨的 这个德 恨愿之德 好 这个是十种德 我们 这是 好 这个资料是 我们可以 好 参考 好 我们下面看 瑟利佛 华光佛寿十二小节 除为王子 为作佛时 其国人名寿八小节 好 这个经文 好 就是华光佛 他的寿命是十二小节 好 除了他王子 做王子的时间不算 他成佛时间开始算 他的寿命是十二小节 可是他的国 那时候他的国家的人民寿命是八小节 所以那时候的国家的人民比较有福报 好 比较有福报 他感召的佛的寿命比较长 比他们原来的该有的寿命长 你看 他那个国家的人民的寿命是八小节 可是华光佛的寿命就十二小节 好 好 反观我们现在这个五卓二世成佛的 本师释迦牟尼佛 他寿命八十 好 但是众生却经常有一百多岁 所以这是我们众生福比较薄 好 我们的福就比较薄一点 以前 这个 这个 我常看到很多佛的寿记 寿记未来成佛的 他们的寿命都很长 好 就是我们释迦牟尼佛 就是我们释迦牟尼佛 目前看到最短的是我们释迦牟尼佛 好 他的寿命最短 所以释迦牟尼佛是很殊胜 为什么呢 他应该要大悲心在这个五卓二世 五卓 结卓 命卓 众生卓 见卓 这么卓的五卓二世 还要来成佛度这些众生 这要大悲心 才有办法做到 好 我们看下面 下面 经文 华光如来 过十二小节 受监满菩萨 阿六多罗 三秒三菩提迹 告主比丘 使监满菩萨赐当作佛 好月 华族安行多佛阿且度阿罗赫三秒三佛陀 其佛国土亦复如是 现在这段就在讲华光如来 他就要向我们本师四条牟尼佛 传给下一尊佛是弥勒佛 那么华光如来他也要传下一尊佛 传给尖满菩萨 尖满菩萨赐当作佛 这个多佗阿且度 多佗阿且度就是如来的意思 阿罗赫本身就应供 三秒三佛陀 他就是正片之 正片之 这是佛的另外的一种描述方式 其佛国土亦复如是 就是这个尖满菩萨的佛的国度也是这样 好 我们翻过来 继续看经文 圣立佛是华光佛灭度之后 正法注释三十二小节 相法注释亦三十二小节 就是华光佛灭度以后 他的正法注释有三十二小节 相法也有三十二小节 一般我们正法时期 正法时期它教理行词跟正悟 三个都具足是正法时期 那么相法时期呢 有教理有行词 可是正悟呢就比较少 很少 正悟很少 比较少 到末法时期 末法 就我们现在 只有教理在行词正悟 皆非常少 正悟是几乎没有了 行词呢 勉强还看得到 这个是正法 相法以及末法 我们现在经文看到这边 就是整个授记到这里 授记到这里 这个是从 这个是从我们刚开始 佛呢从他路定 放光线对到出定说法 到现在 帮圣利佛授记到现在 佛呢在讲这个法华经 就已经到一个段落了 等于是一个小结束 小结局 这个是一个重要的段落 下面呢都是在发挥的 为什么呢 因为帮一个罗汉授记 就表示其他的罗汉 都可以被授记 所以呢到现在 圣利佛授记完整之后 就已经大事 已经底定了 这一大事因缘 从始至终到现在 就已经有一个段落了 已经有个段落了 就是佛呢他的任务呢 为了讲这个一佛圣的任务 到现在已经做一个 比较已经完整的发挥了 讲出来了 那么下面呢继续呢 都是在支持我们前面 所讲的 好 我们继续看经文 现在呢是用寄送的方式 把前面的授记部分 再重新讲一遍 好 这个大家都 我们前面已经讲过了 好 我们再继续欣赏下去 过无量节以 节名大宝盐 世界明离寇 清静无瑕会 以流离为地 精神皆祈祈祷 七宝杂色树 常有花果实 就是过无量节 那把成佛的那个节呢 就是大宝 大宝庄严 那世界呢叫离寇 又清静无瑕会 在我们前面讲过 他的地呢又是流离的 他的道路两旁呢 是黄金座的绳子 来做界限 树呢是七宝杂色树 又常有花果实 这看起来很向往 我们这个娑婆世界 真的是五卓二世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还 很多人真的 如果我们常常去看经典 会真的慢慢 艳离心会很强 艳离我们这五卓二世的心 真的会很强 初离心啊 会真的很强 我们只要艳离一样东西 我们大概就百分之八十都艳离了 就是我们这个色神啊 我们这个色神一定要懂得去艳离他 这个色神是苦啊 这个色神 以前这个玄庄大师在往生前 玄庄大师啊 他在往生前的时候 跟弟子讲的最后几句话 其中有一句话是这样讲的 他说 此生 此生可恶 很可恶啊 我们讲的这个人很可恶 这个可恶 此生 此生 此生可恶 犹如死狗 这好像死去的狗 这是玄庄大师在往生前 讲的几句话里面的其中两句话 此生可恶 犹如死狗 可恶就是可厌恶啊 可厌恶啊 就像死狗一样 我们不要去贪恋他 不要贪恋他 其实这一点 如果我们能够真的不要去贪恋 你大概身心可以看破很多了 真的可以看破一大半了 真的有一大半了 我们现在作息很正常 早上六点半我就吃饭了 中午十一点多 也就十一点半 十一点多就打板吃饭了 晚上呢 用完工呢 要有一个钥匙 每次要吃饭了 我都觉得 又要吃饭了 能够不吃饭多好啊 吃饭也不要吃太饱 吃个八分饱 七分饱就好 千万记住 不要吃太饱 吃太饱你有很多问题都会出来 所以祖师呢 以少食为两药 少食为两药 祖师啊 他在丛林 他写的那个丛林规则里面 就有这一段 以少食 少吃啊 为两药 这样身心会很清爽 你不要怕营养不良 只有营养太多而已 千万不要怕营养不良 我们现在的营养其实真的过剩了 以前这样子 那个做泥水工啊 陶醉 早上一碗七饭配番薯 一天 大概一个早上体力就很好了 可是我们现在 吃的是太補了 太補了 这样会把生理也会弄坏掉 好 出茶淡饭就好 好 我们看下面 彼国诸菩萨自念常坚固 神通波罗蜜皆以戏具足 好 就是 那时候的菩萨自念很坚固 都正神通 都具足各种神通 于无数佛所善学菩萨道 如是等大事 华光佛所化 就指这菩萨过去生都九十得本了 好 那么这个呢 都是华光佛所化的这些菩萨 所度化的菩萨 好 佛为王子时 弃国舍世龙 于最末后生出家成佛道 华光佛注释寿十二小节 弃国人民众寿命八小节 我们一定要常常去想到佛 佛呢 他视线做王子 然后弃者国家 捨却世间的荣华富贵 好 然后去修行成佛 他视线这个的目的是 好 世间最尊贵的 最富贵最大的就是国王啊 就王子啊 他没有比这个再更多的富贵了 他连这个都能放下 我们为什么做不到呢 好 这个是很重要 这个很重要 其实历史上有很多 皇亲国戚 他学佛的 有不少 好 最近我在翻一些 大那个 我们那个大丛林啊 大陆那些寺庙的历史故事 每天晚上我都看 都看几则 他们的这个寺庙的严格 他的历史 都发现很多寺庙都是过去的 不是公主 支持盖的 要不然就是 他的底下分出去的藩王 支持盖的 那他们盖出来的寺庙 有的呢 甚至是自己的家宅 都已经盖得很好的那个家宅 好 很庄严的家宅 那有把他捨出来 变成寺庙 把他捨出来变寺庙 好 上次我们去看一个古迹啊 桃园去看一个古迹 那古迹很好 好 这个进去看起来就像寺庙 好 如果那个地方能够捨出来 做寺庙 该多好 以前人就是这样 以前人他 他都把自己的家宅 都把他捨出来 这可以利益很多的众生 好 我们来看 下面 佛灭度之后 正法主义是三十二小节 光度助众生 正法灭尽以相法三十二 那么佛呢 是把舍利呢 就留布在人间 好 让天跟人呢 都能够供养得到 好 华光佛所为 其事皆如是 其量如圣尊 最胜无人批 最胜无人批 彼其是如生 宜音至心庆 好 华光佛所为 好 就是华光佛 他所建立的 这个 度化众生的这个整个事业 好 就已经 在前面都讲了 好 大家都应该要 法共佛 他讲圣利佛啊 你要高兴 这是你未来 这就是你了 所以 一音至心庆啊 你要欢喜啊 当然这个圣利佛 当然是最高兴啊 能够被授祭做佛 他当然最高兴 不是只有他高兴 他旁边所有的声文 圆绝都高兴 因为 他是第一个声文被授祭成佛 所以其他的声文也一样都可以被授祭成佛 所以其他的声文一定更高兴 下面呢 准备开始 要接近要讲正式讲批语了 在批语之前 他一定要先 先把这个 佛光佛 这圣利佛先授祭 一定要先授祭 因为一定要有一个声文先授祭 有一个 一个决定性 确定 有一个确定 绝对声文可成佛 这个 这件事情一定要先做 然后才会引出后来的批语品 好 我们来看经文 尔时 四部众比丘比丘尼 又婆赛又婆怡 天龙夜叉 琴达婆阿修罗 加罗罗 锦纳罗 摩虎罗齐 等大众 见圣利佛 于佛前授阿牛读罗三秒三菩提祭 心大欢喜 勇悦无量 各个脱身所着上衣 以供养佛 好 就是讲四众都欢喜 出家在家四众 好 都非常欢喜 好 好 那么欢喜到怎么样呢 好 因为他见到圣利佛 在佛前授阿牛读罗三秒三菩提祭 心都很欢喜 那么都各个脱身所着上衣 把我们身上外套 那个大衣脱出来 脱下来供养佛 所以在可能在古代 他们的礼节是这样的 好 自己身上穿的衣服 赶快献出来 供养出来 在我们现在可能 比较 比较 比较不是这样子 我们的礼仪 比较少这样 但是呢 在以前呢 他们是这样子的 把身上所着的上衣 供养佛 那么不是只有上衣而已 下面还有 四提环音 梵天王等 与无数天子 亦天妙衣 天曼陀罗花 摩赫曼陀罗花等 供养佛 所善天衣 如虚空中 而至回转 诸天祭月 百千万种 于虚空中 一时俱住 与众天花 这个呢 就是四提环音 就玉皇大帝 梵天王 还有无数天子 他们呢 供养也是供养衣 天妙衣 还有花 天曼陀罗花 摩赫曼陀罗花 这个只有天上 比较看得到的花 供养给佛 所善的天衣呢 在虚空中 自回转 诸天祭月 百千万种 只是供养月 供养月 也要供花 供月 供衣 于虚空中 一时俱作 与众天花 所以 花 音乐 还有这个 这个 还有衣服 这个呢 能够供养的 都供养了 以前人可能认为说 他身上所着的衣啊 是最珍贵的 是最珍贵的 供养衣呢 表示是最珍贵的 好 而作誓言 佛席于波罗奈 初转法轮 今来复转无上最大法轮 好 那么这诗不重呢 都这么讲 在这个 最欢喜的时候 就 就讲 讲说 这是佛呢 在刚开始 转法轮的时候 是在波罗奈 就入野院 初转法轮 好 那么今天呢 是复转 重新又再转一次 这是无上最大法轮 所以以前呢 只是初转法轮 就讲四圣地 苦极灭到十二英元 那是在波罗奈 那么今天呢 到最后 转的是无上最大法轮 因为这个法轮 是最让别人最欢喜的 这是众生皆可成佛 你只要乃至一举手 一低头 都可成佛 这是最大之法轮 所有的身文 原觉 菩萨 他皆是成佛的路 所以这是无上 又最 又是大的法轮 可见你看 这是多么欢喜的一件事 就好像一个贫穷人 他很希望自己变富翁 你就突然跟他讲 你是未来一定变富翁 他就很高兴 好 我们来看下面 尔时诸天子欲重宣此意 而说既言 这个 所有的天子 天上的 天人 他们来重宣此意 来说了 习于波罗奈转四地法轮 分别说诸法 五重之身面 好 今复转最妙无上大法轮 是法甚深奥 少有人信者 这个就是说 过去 在波罗奈是转 苦极灭道的 生灭四地 生灭四地法轮 然后把各种法分别 仔细的来讲 好 那包括五重之身面 这个五重就是指我们的五蕴 五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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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生灭 因为五蕴 五蕴就是众缘合合为蕴 众缘合合就是蕴 所以呢 他就有 这里讲的就是五重 五蕴的生灭 今复转最妙无上大法轮 是法甚深奥少有人信者 今天呢又转最妙的大法了 这个法很深 很少人能够相信 为什么呢 因为当一个罗翰他正 你跟他讲未来 要就是只有跟他讲涅槃之法 那么他未来要要 他只要进入涅槃 他就觉得他自己就是走到终点了 可是呢他看到佛 这么的有威德 实力十八不共法 好 然后三十二像八十种好 那么罗翰没有 那么他会觉得说 哎呀我这样子我都没有这样 但是呢他又 心又没有办法升起好妖之心 如果在这时候的罗翰你跟他讲 你未来一定可以 你未来你现在就是走成佛之路 最后会跟我一样 你只是已经走了一段了 继续走下去就是跟我一样 那这个罗翰呢一定很高兴 一定会非常高兴 好 可是呢这得到时候时间要对 所以佛在涅槃前 在进入涅槃前 让所有的弟子都进入化成 大部分的弟子 都进入化成 已经进入涅槃了就是化成 进入化成之后 然后已经止息了 他的贪嗔痴止息了 烦恼也熄灭了 这时候看他的心胸已经慢慢的扩大了 才开始跟他讲这个 最大的法轮你未来是可成佛的 都一下子跟他讲成佛 他没有办法接受 所以在这时候讲成佛 他就会接受而且更欢喜 我们看经文 我等从袭来树闻世尊说 未曾闻如是深妙子上法 世尊说是法 我等皆随喜 大致射立佛经得受尊计 我等一如是必当得作佛 于一切世间最尊无有上 佛道颇思义方便随一说 我等待会儿 将其他人认为孔子 也会接受尊计 是否也在此旅行 也会接受尊计 我等待会儿和靖子上法